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雞推哥哥 今天一樣要來分享 吞吞龍大冒險的遊戲攻略 那這部影片會簡單的分享一下 第一隻UR連動角色 奶龍到底該不該抽 同時影片結尾有抽獎活動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各位平常有在課金的話 可以嘗試看看魔除 目前只要掃描我的QR Code 或是點擊留言區的連結註冊帳號 就可以獲得總價值200元的折價券 最重要的是有發票 而且非常安全 不用擔心後續出現問題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 直接開始吧 首先奶龍他本身是一隻 衝擊波類型的龍娘 那我們一樣先從技能開始了解他 首先奶龍的第一招 會提升衝擊波30%的傷害 而且接下來吸收的子彈 都不會轉化為龍焰 而是每顆會以1 3分的比例 來幫衝擊波累積能量 而且衝擊波的間隔會降低25% 並提升40%的鎖底角度 那這招技能對於衝擊龍來說幫助很大 就算是彈幕關卡 也能發揮出一定程度的威力 接著第二招則是把衝擊波相關的祝福 變成元素雪球 然後奶龍初始就會有兩顆大雪球 這個雪球會隨著飛行時間 增加體積和傷害 所以我們在釋放的時候 盡量要讓角色在最底部拆行 因為雪球在飛行至少0.3秒之後 擊中敵的時候 奶龍就會提升2.5秒的 額外傷害20% 和40%結冰機率 那這邊其實不用想的太複雜 就只是把衝擊波變成雪球而已 最後第四招會讓我們再造成冰元素傷害時 都會有10%機率 施加結冰狀態 當他每次結冰成功 奶龍就會製造一顆冰糖葫蘆 當累積滿12顆之後 並且吸收 在8秒內 奶龍的冰元素傷害就會提升30% 並且雪球在這8秒內 都會變成超級大雪球 老實說這個條件要發動 就一定要掌握好雪球的距離 不然要湊滿12顆真的不容易 但發動成功時的強度確實不錯 接著奶龍的必殺技會召喚兩門冰雪大砲 對隨機敵人總共發射12枚炮彈 那每發會造成550%傷害係數的冰元素傷害 而且由於是專屬技能 所以會多增加4發 但累積下來傷害其實也非常可觀 那目前來說 奶龍同類型的比較對象 就是UR等級的獨龍迪斯 以強度方面 奶龍絕對是完全勝利 但迪斯原本就不強 所以贏了也很正常 至於跟目前最強的熬霜熬夜相比的話 奶龍就處於劣勢 然後聯西祝福的效果方面 所以提升20%的子彈吸收轉化率 還有25%的衝擊波發射速度 但目前最強的衝擊波龍就是奶龍自己 雖然這次的聯動官方一樣有送兩個啟動寶物 所以只需要抽雪景球就好 但整體而言我並不建議抽奶龍 因為接下來要登場的龍娘都非常強勢 至於如果未來有強制衝擊龍登場的話 奶龍的聯西就有上場空間 但這個部分可以等復刻再補就好 OK 重點來了 官方有送我三頂小黑龍帽子 要讓我來給觀眾朋友們辦個抽獎 那抽獎的辦法非常簡單 只要在這部影片底下留言 我想要小黑龍帽子 並且訂閱我的YT頻道 臉書粉專與IG 我就是在4月4號晚上7點的突擊直播中 抽出三位幸運的觀眾朋友 中獎資訊我也會貼在YT社群還有臉書 到時再請得獎者們 聯繫我的臉書粉絲專頁 我會與你們討論領獎方式 至於各位如果想要抽立牌 或是鑰匙圈之類的周邊 也可以留言給我 那以上就是這次為 吞吞龍大冒險帶來的遊戲攻略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大家還有想要了解其他資訊的介紹 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是吉祥哥哥 我們下次見掰囉